工作人員巡視鐵軌15號 下午1點多疑似天氣過於炎熱 導致內力到中立段軌道彎曲 路肌鬆軟 不是天氣太熱 街頭看著不然 又加上天氣比較熱 看著就比較明顯 然後比較有那個 還是省樓的效果 由於軌道彎曲列車經過搖晃 台鐵一度減速慢行 造成部分列車污點 不過全台高溫拉緊報 15號16縣市亮起高溫警戒燈 其中光是高雄越美與台北市 高溫就達到36.9度 週二天氣還是炎熱 不過要注意的是 菲律賓東方海邊的低氣壓 最快週一晚間 增強為今年第五號颱風丹娜斯 未來的話這個熱愛性低氣壓 或者是颱風 有可能會持續的朝西北移動 但是方向上的話 由於太平洋高壓的導引氣流 有點改變 所以方向上可能會有北轉的情形 週三開始東半部以及南部地區 受到低壓系統影響 降雨將達到大雨等級 週四開始 中北部受到外圍環流影響 也會有短暫震雨 氣象局預估 陸進會有往台灣方向修正的趨勢 一旦它形成颱風的話 我們不排除會在禮拜二的晚間 到禮拜三的這一段時間 可能會發布相關的颱風警報 根據美軍模式預測 低壓系統將登陸旅送到 外圍環流影響台灣 但歐洲中長期預測中心 則認為有機會登陸台灣 台灣氣象局也不排除有直接影響到台灣的可能 將會持續觀察是否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記者林中正孫英先為以台北桃園報道